大家好,包卫士刚才讲这个广东话 因为我的华语不是很流利 希望读者与粉丝多多的包含 不要见乖好吗 OK,现在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青云时间过了之后 可以拜祭祖先吗 很多人要知道这个问题 其实过了青云时间 平时也可以过来拜祭祖先 时间是没有分的 那么早上中午到下午也是好时辰 一般上我们都是希望太阳出来了 才拜祭祖先 而且下午四点过了 就是应时 通常一般他们到三点的时候 他们就不上午了 他们就回家了 所以有时候过了青云时间 平时也可以过来烧墓的 是没有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在老远地方回来 赶不及青云时间 那么平时是可以烧墓的 因为如果在土战的话 你们一定要寄过大不顾庙的 就是先拜了大不顾庙 大不顾 来上山开路的 然后就拜后土 就拜祖先了 那么金塔里面就没有大不顾庙的 随时你拿鲜花 来些鸡皮 来拜祭祖先 就是可以了 那么很多人问 拜祭祖先我可以练经吗 练经是可以练经 可是不要练得太大声 那么我也不鼓励你来一个 就是说播放那个金门的 这个鸡来开放 就会遭遇到更多的鸣体 虽然我们用嘴巴念也会遭遇很多 可是我们用内心面积 回向给祖先 是问题不大 所以平时我们也可以来烧墓 所以你们放心 不用选什么即时即日的 随时你有消息 随时都可以过来烧墓